看看我的彩虹翅膀 我的个粉色翅膀 我没起来再翅膀 白雪 我也想要彩虹翅膀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对呀 我也想要 是这样的 白雪 这是送你们彩虹翅膀 为什么要送给我彩虹翅膀啊 因为你总是帮助别人 这是给你的奖励 太好了 谢谢 事情就是这样的 苏玛 我们一起找女巫 让她也给我们彩虹翅膀 小女巫 我和白姐姐一起来彩虹翅膀 能不能也给我们一个 当然可以 真是蛋糕了 我也可以有彩虹翅膀了 不过有个前提 就是你们每个人 需要做一百件好事 才可以获得彩虹翅膀 没问题 做一百件好事 太难了 只要下去 我得到什么时候 才能有彩虹翅膀了 贝儿 你在这干嘛呢 再做一百件好事 一百件好事 贝儿是不是傻掉了 算了 不管了 你怎么能乱丢垃圾呢 我知道了 我只要丢掉的垃圾 丢掉垃圾桶里 这不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吗 我真是太聪明了 但是 还有就是九千好事没做 这个怎么办啊 有了 我把垃圾拿出来再丢进去 重复一百次不就可以了 这不愧是我天才贝儿 终于够了 紧张小女巫灵彩虹翅膀了 我要做点什么好事呢 我知道了 奶奶奶 你是要过满路吗 我来扶着你吧 谢谢你熊妹 你真是个好孩子 熊妹 我已经到了 你可以走了 不行了 奶奶 我得做一百件好事 你就当妈帮忙好吗 真是太累了 终于可以做小女巫灵彩虹翅膀了 走喽 小女巫 我已经做了一百件好事了 现在可以给我彩虹翅膀了吧 我也是 我也已经做了一百件好事了 熊妹贝儿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们做的一百件好事吧 嘿嘿 捡了一百遍垃圾 也是做了一百件好事 真不愧是我天才贝儿 奶奶奶 我走了 熊妹 我真的是累得不行了 你这算什么做了一百件好事啊 终于熊妹 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不能算是做了一百件好事 哼 要你乖 我明明就是做了一百件好事 对呀 我们已经做完一百件好事了 小女巫 你该时间长呢 给我们彩虹翅膀了 不然 你就是欺骗我们 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终于熊妹 你们做的这些不算数 小女巫不应该给你们彩虹翅膀 嗯 这 我应该听谁的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应该给贝儿和熊妹抢红吃吧吗 觉得应该给他们的话 就发送一一一 觉得不应该给他们的话 就发送啊二告诉我吧 开始就发送啊 感谢观看